一层云船大陆深层 玩家只能不停地奔跑 一旦停下来就会掉入虚空 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逃出身体 路上还挺凉气 安全区域一棵成年树 跑累了还能休息 休息 想得美 一旦开始就没有停下来的可能 表妹 你准备好了吗 嘿 你也跑得真利索 我只在时刻准备着 看猫猫一片头都好晕啊 那前面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个祭坛 什么祭坛啊 是桃离一层云船的传送舱呢 要几遍兴奋穿过了桃 那么大眼神里守卫就是失落我躲 你不死守卫睡不着 问题不大 趁着复活 乘坐传送舱飞走 这表妹好消息是 传送舱找到了 坏消息是 怎么没有升级的元件 我也有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圣地元舰在杀人身上 坏消息是我们不包围了 我想明白了 商权难抵火炮 所以应该先找火炮 这树上怎么有个东西啊 星团云瓶 这有啥用啊 等等 五个星团云瓶 开合成幸运方块 说不定火炮就在里头 那我们赶紧去杀人的背窝沙子吧 刚刚还在板几起杀人的路 现在还得靠他们沙子了 是的 我们需要收集很多很多的沙子 做成玻璃瓶来双云团 毕竟就咱俩在幸运程度 一两个幸运方块 肯定是开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这种在杀人的攻击下 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偷沙子的感觉 哎 可真让人着迷 正好狗带回出生点 提炼一下沙子 看些树木做成玻璃瓶 云 咱就不担心了 毕竟这里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云 小姐 我寻思在咱们两本小心点 别把周围的云都踩碎了 不然一会儿戳都出去 你说的很有道理 让我看一下第一个幸运方块 能够开出什么 啊 就一碗拉面 你这手机真是差的无语伦别 让我来试试 好远一点的云朵 小姐让让 看看我能开出什么 哇 一个盾牌 比你的拉面好多了 这盾牌算什么 有本事你开出升级元件啊 那我才佩服呢 咱得抓紧时间 不然一会儿天黑了 咱们在这儿连个庇护锁都没有 太危险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咱们现在手头上 有了一大堆的神器 打扮杀林守卫 应该是很轻松的事吧 走 然后咱们去试试 看我的炸弹魔杖回旋镖 够他们瘦的 看我这儿 够厉害 跟着火箭被爆 现在上不到我就算了 我还能火力全开对付手里啊 小妹不用打了 我这收集过两个元件了 走 咱们去传送汤 可算是能够逃离出 这个没有落脚点的鬼地方了 当然但是 我给我一种不好的印象 看不会一波为平一波有奇葩 确实是 你个乌鸦嘴 能离开云层大陆 就是最好的啦